在中国东北 731部队伪装成一家木材工厂 被他们囚禁的俘虏被称作马路大 马路大是清华日军731部队 对那些被迫接受人体实验的受害者的称呼 在日语里依为原木 隐身意思为试验品 当一名731部队士兵 问到今天有多少原木倒下时 他们实际上是在问有多少俘虏死在了实验中 欢迎各位来到NPC频道 今天就让我们来说说 石井四郎和731部队所做过的变态实验 一名中国少年按照命令 脱光了上身的衣物 躺在解剖台上 这个男孩大约12或13岁 首先 他们将浸泡在哥罗芳中的棉絮 放在躺着的中国男孩的口鼻上 进行麻醉 然后再用酒精擦干净少年的身体 一名资深的军医 从解剖台周围的成员中走了出来 手里拿着一把手术刀 他沿着少年的胸部画出了一个口子 血液不停地涌出 露出皮肤底层的白色脂肪 活体解剖便正式开始 这个少年并不是什么抗日分子 后来根据一个731部队成员的追忆 解剖他是为了取得一个健康的男孩心脏 军医从熟睡的少年身上取出肠 胰 肝 胃和其他内脏器官分别测量后 便将他们装进一个装有福尔玛林的大玻璃容器中 并盖上盖子 浸泡在福尔玛林中的内脏仍然在收缩和抽搐 内脏摘除完毕 少年就只剩一个头部了 军医把头部固定在解剖台上 包开头皮后就开始聚开头盖骨 部队人员把手插入柔软的保护膜 把少年的头脑取了出来放进容器里 最后 解剖台上只剩下少年的四肢和一具躯窍 实验这才彻底结束 除了这个泯灭人性的活体解剖外 这些恶魔还进行了怎样的实验呢 以下的内容请务必谨慎观看 这是一项围绕着极端温度展开的实验 陆军工程师吉村九户 会把实验者带到室外进行实验 为了迅速取得冻伤效果 731部队的成员们会让实验者先把手脚浸在冷水里 然后再把实验者捆绑起来放在室外 在接近零下40度的环境中接受冻伤 731成员则在一旁记录冻伤的情况 不但如此 吉村也会把实验者的四肢进入一桶装满冰的水中 然后将它们固定在那里 直到四肢被冻成固体 并在皮肤上形成一层冰 他给实验者计时 以检查人体出现冻伤需要多长时间 根据一位冻伤试验的目击者说 用木棍敲打结冰的四肢时 四肢会发出类似木板的声音 然后他尝试了不同的方法来快速解冻那些肢体 例如用热水浸泡 用火烧 或者干脆不让实验者接受治疗 以观察它们的血液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将其解冻 最后的试验结果显示 治疗冻伤最好的方法是 将其进入略高于37.8摄氏度 但低于50摄氏度的水中 部队成员把俘虏关进一个密闭的真空房间 随后利用抽气装置 慢慢地把房里的空气排出来 就是为了观察在真空状态下活人会变成什么样子 被关进去的俘虏开始出现头痛 头昏脑胀的情况 当空气抽到某种程度 气压越来越小的时候 那些俘虏的内脏就会从身上的洞慢慢地往外挤 到最后俘虏们会变成什么状态 它们的头就会胀得跟气球似的 眼珠秃得就快掉出来了 更可怕的就是 肠子会从肛门里弯弯曲曲地挤出来 最终它们的身体就会爆炸 直到死去的那一刻 它们早就已经痛得完全发不出声了 母爱实验 顾名思义 相信大家都才得到 这个到底是一个怎样毫无人性的实验 这个实验的残忍程度简直突破了人类的底线 它们为了测试母亲在自己和孩子面临死亡的时候 会做出怎样的举动 部队会让一个母亲抱着一个小孩进入到一个特制的房间 房间的地板是可以加热的 它们会毫无预警地慢慢对地板加热 然后观察母亲的应对方式 到底是选择把自己的孩子抱在怀中 还是选择把孩子当作脚垫踩在脚下 如果母亲抱住孩子 那么母亲就会很痛苦 如果把孩子踩在脚下 那么死的一定就是孩子了 还有另外一个实验 也是把一对母亲和孩子关进一个房间 但这个房间跟之前的不一样 是不能加热的 但却能排出毒气 普通人在面对毒气的时候 还可以捂住口鼻 减缓吸入毒气 可是这位母亲却不能 因为她要保护自己的孩子 如果她用自己的身体 护住孩子的口鼻 那就没办法减缓毒气入侵身体的速度 而这位母亲在生命的最后一秒 也没有选择放弃自己的孩子 这样的实验是如此的残忍 但是不对 却好像根本没有任何感情一般 他们为了进行这项实验 抓了很多的母子 他们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但是他们却毫不在乎 最后几乎数百位的母亲和孩子 就这样白白死在了这个实验里 在梅毒实验里 实验者被强迫感染了梅毒后 便会被抓去进行活体解剖 他们会在不同的感染阶段被解剖 以便随着疾病的进展 观察内部和外部器官 被迫参与这个实验的多数都是女性 被强行感染上梅毒的女性的生殖器 还被称作果酱包子 一名731部队的成员回忆到 他当时看到了一批将接受梅毒实验的实验者 一个是抱着孩子的中国妇女 以及两个分别带着孩子的俄罗斯妇女 除了大人们被迫进行这个实验 就连他们的孩子也接受了类似的测试 目的就是为了观察 较长的感染期会如何影响治疗的有效性 二战战败后 这支犯下了无数罪行的部队 不但没有受到惩罚 反而还秘密解散了 队伍中的高级干部回到日本后 纷纷改头换面躲藏了起来 其中的头目石井四郎更是炸死举行葬礼 想要瞒过人们的视线 美国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 陆续派遣德特里克堡基地细菌战专家 前往日本 向包括731部队头目石井四郎在内的主要成员 了解日本细菌战情况 为了得到731部队细菌战数据资料 美国不惜支付了25万日元 甚至向世界隐瞒石井四郎 以及731部队的滔天罪行 还让石井四郎成为德特里克堡的生物武器顾问 直到1959年 石井四郎在老家千叶县病逝 如果说正义迟到还可以接受 可是石井四郎和他的一干部队成员 居然能够在犯下累累恶行之后 还得以逃脱责任 实在是令人极度气愤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麻烦动动手指点个赞 我们下周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